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D空间的一种物件追踪效果 这个效果我们是使用 明传大学运动场的空拍影片作为范例 我们先来看看这段影片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空拍机是在跑道的上方 逐渐的飞起来 然后逐渐的远离人群 这段影片就有8秒钟 但是我希望在这影片的跑道上方 会有一段英文字会牢牢贴在跑道的特定的位置 这就必须要运用到所谓的Tracker这样的一个功能面板 而且我们会使用Track Camera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介绍它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首先我们先要利用这段影片来追踪它的画面的轨迹 所以我们就点选Track Camera这样的功能 点下去 好 这时候画面会出现Analizing in Background这样的一个字幕 然后开始运算 由于这个分析这个3D画面的这个过程了很久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时间往后移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左上角可以看到 它目前分析的进度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到96、97、98、99 完成的时候它会有个Solving Camera这样的一个画面 它现在目前正在做分析的一个动作 已经进行一个储存的工作 当分析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出现了许多彩色的叉叉 在我们游标移到画面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圈圈、飞盘 这个是它大致帮我们抓到的一个空间的配置 那我们希望是在跑到上头能够有一个文字的显示 所以我觉得目前我锁定这个飞盘蛮适合的 所以我就选滑鼠右键 然后它可以产生文字、图片、影片很多的效果 那目前我这个练习是要制作一个文字标题 所以我选第一项 Create Text and Camera 选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画面出现的这个Text这个字 我们用文字输入的方式来打一排字 我们先随便选一个字好了 我们就不要太讲究 我们就随便挑个字形 好,然后呢 我们就字太大了 我们先缩小一点 然后我就打一个字 打一个Hello 然后各位看到它现在的字跟跑道是平行的 那我希望它能够竖起来 所以我们在左下角这个文字的这个图层里面把它点开 在Transform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文字是在X轴旋转的 所以我们就挑X轴这个地方 X Rotation这个地方旋转 我们把它旋转 让它用目测的方式 大致选择它垂直 好,OK 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还原就是这文字输入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作业过程里面 其实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紧贴在空间上头的一个文字效果 我们来预览看看 好,各位可以看到原本那个字 但是因为空拍机主电往上升 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字就固定在我指定的位置上头 好,这就是我示范的这个3D的文字 如何让它在空间上头跟着画面移动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这就是我示范的这个字就会变成一个紧贴在空间上头跟着画面移动